结婚三年 老婆玩大冒险书了 惩罚是和我弟亲密舍稳 我当即鼓掌 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他马上抽离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玩不起 当晚 弟弟的朋友圈 就晒出两人的亲密床照 配文 致爱 我在下面评论 你们这样不嫌丢人吗 他不屑回复 大男人就要爱得起 放得下 你真是窝囊我认同的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撤回投资 让你们自生自灭 柳如烟一把推开办公室门 脸上带着愈怒 早上公司群里面 有人发了一张 他和贺林相拥的照片 两人举止亲密 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 同事言语艳线 刘总和男朋友好恩爱 柳如烟拍了拍塔 他知道 我肯定可以看到 但他全然不在乎 我正低着头处理文件 耳边传来柳如烟 有些讥讽的声音 现在装模作样工作 早干什么去了 以往 他都会主动帮我分析 也会笑着安慰 不怕 我可以赚钱养你 而现在 他满脸不厌烦 自顾自走进隔间换衣 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啊 贺林刚出现时 柳如烟还会与我同仇敌忾 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开始心不对口 嘴上同我抱怨贺林矫情 却还是悄悄回复了他的信息 在高速上抛下发烧的我 敢去解救闹着跳海的他 贺林的名字 在他口中出现的越来越多 每每提到贺林 他都带着笑意 三个人的婚姻很拥挤 我知道 我该退出了 柳如烟换完衣服 我还在处理文件 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将发丝盘起 脖尖的红痕瞬间露出 玩大冒险而已 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他有些不耐烦 真的只是大冒险 我抬起头 指示他 大冒险有指定你和他上床吗 他往已被上移倒 择了一声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疑神疑鬼的 再说了 像我这样的女人 有几个追求者不正常吗 难道我还要警告他们 不准发我的照片 他语气满是嫌弃 疑神疑鬼 我抿了名嘴 不说贺灵是我爸的私生子 就算他是一个普通男人 把和我老婆的私密照 发在公众平台上 大肆宣扬 而我还要欣赏他的追求 也许 在柳如烟看来 我就应该默默地看着他们恩爱 可我真的受够了 柳如烟呼吸加重 总是这个死样子 三棍子打不出屁 给阿灵道个歉这件事 就算过去了 他说过 罪反我沉默 不答不应 他将手机抵在我嘴边 等着我乖乖道歉 我身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被他又一次狠狠践踏 或许 在他看来 我只是一个 他可以随意丢弃的附属品 二 我皱着眉将手机推开 冷笑一声 不可能柳如烟脸上 露出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随即他立刻沉下脸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 别忘了这个职位 还是我替你谋划来的耳边沉重的呼吸 刺痛了我的心 他家境不好 有出轨的爸 柔弱的妈 年幼的妹妹 让他只能立起强势的性子 早早半工半读 一边赚钱一边上学 他学习出众 特等奖学金 他一期不落 业余只要有赚钱的机会 再苦再累都不会退缩 扛纱带 做微商 倒卖品牌 后来上了大学 他混得风生水起 不断结交人脉 开了网店和实体店 还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那时 我是一个被救赎者 性子阴郁 被人霸凌 是他让我逃出 走向罪恶的深渊 我很爱他 甘愿为他献出一切 为了和他在一起 放弃了上985的机会 法定年龄一到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 后来 他经营出现状况 资金线断裂 几经破产 我归到膝关节老损 才为他争取来 缓解资金 和与大品牌的合作机会 我对他百依百顺 只要是他想做的 我从来都是 百分百听从和支持 但这次 我不想听他的话了 我再说一遍 道歉他冷声道 不可能我力声拒绝 柳如烟满寒怒火 神情夹杂着不可置信 似是没想到 我会再次拒绝 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不想在公司干了 阿林是你亲弟弟 咱们关照他一下能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这么小度鸡肠了 我正正地看着他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突然发出贺林的声音 也不知道他究竟听了多久 哥 你不要生气 我和刘姐姐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刘姐姐工作那么忙 我只是帮他按摩 舒缓一下柳如烟的火气 这才小了不少 看向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不满 你能不能向阿林学学 多体谅体谅我 我不禁露出一抹绩效 打开扩音筒 是吗 按摩是用嘴全身按摩 贺林声音还有些羞涩 你别乱说 又壮丝不经意 刘姐姐 你的内裤 外套还在沙发上 柳如烟脸色骤变 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难得地解释道 你别误会 我只是不小心掉进河里 去他家换了套衣服罢了 我冷笑一声 拿出今天你好的辞职信 递给刘如烟 你说得对 我确实不想干了 贺林反倒不掩饰了 贺言之 你怎么拿桥上了 真想让刘姐姐 给你赔礼道歉 你才满意 你能成为总裁助理 不都是刘姐姐 看在你和他九年的感情上吗 你要是不想干 就趁早滚蛋 多的是人想干 耳边的咒骂不停 我抬头看向柳如烟 与其平静 又带着试探 不想我走 那你和他断掉 柳如烟不满的皱眉 你在威胁我 阿灵他生着病 我不管他的话 他怎么办 你难道要他去死吗 我心底难掩酸涩 贺林到底有没有病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却总是把他对我的挑衅 当做情趣 柳如烟越说越气 声音越来越大 你怎么这么狠心 他是你亲弟弟 我记得很久之前 跟他说过 贺林是破坏 我家庭的元凶之一 他会心疼地抱着我 说他才不配做你弟弟 我慢慢抚平心绪 淡淡的话语 却让柳如烟惊察 既然舍不得他 那离婚吧三 一瞬间时间凝滞 房间内甚至能听到 我贺林柳如烟 清晰的呼吸声 谁都没想到 我竟然会提离婚 众所周知 我对柳如烟的爱 刻进了骨子里 五年前 我陪他谈生意 路上 一辆大货车失控撞来 我第一时间将他护在身下 自己却全身多处骨折 飞出来的玻璃碎片 差点插进我的心脏 我命学一线 经过24小时的抢救 才脱离危险 我昏迷不醒 住在ICU的时候 他哭着趴在我的床边 气不成声 可言之 只要你醒了 咱们就去结婚 我想明白了 我是爱你的 我不能失去你 他哭得眼都肿了 我醒来的第一句话 等我恢复好 我就向你求婚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感恩 或忏悔才答应 我希望你是真的心里有我 他说 我心里只有你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磕磕绊绊走过九年 往昔誓言早已散尽 这是我第一次 对他说出这么决绝的话 柳如烟 眼神逐渐冰冷 随便你扔下这句话 便摔门而去 我只见轻颤 巨大的窒息感 捏紧我的心脏 差点忍不住 落下泪来 我强撑着收拾好东西 离开公司 出来的那一刻 天空突然裂开到口子 瓢泼大雨 倾斜而下 雨水跌进嘴里 又苦又涩 柳如烟 对我的好一点点 在眼前浮现 放学 我被小混混 堵在巷子口 一圈圈砸在我身上 打得我头晕眼花 突然一声 警察来了 混混们四处逃散 我被他 从地上拉起来 手掌处温热的触感 和女孩摆动的马尾 刻进我的心底 跑了好远 他才将我放开 下次记得反抗 只有你比他们 更不要命 他们才会怕你 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不自觉摩索着 手心的余温 我想 他是上天派来 救赎我的天使 九年的温馨 汇聚成河 一点点将我冲垮 眼泪汹涌滚落 混杂着雨水 模糊了我的眼眶 四 第二天 我来到母亲留下的公司 秘书将文件递给我 贺总 柳小姐昨天 在丽雅花园过夜 早上八点离开 我们与柳小姐公司的 第一期合作结束 共亏损一千两百万 我感受到 她落在我身上 同情的视线 不用再关注柳小姐的动态 我单单说道 另外 终止合作 我爸入坠敬赫架 她明面上 对我妈摆一摆顺 背地里却包养小三 将私生子带回家里 谎称是路上捡的 之后 我妈意外发现真相 又实在深爱我爸 两人便开始争斗 我就像一个 被弃养的孤儿 直到二十岁 我爸被赶出家门 我妈才意识到 应该给我母爱 母爱的表现 就是给柳如烟的公司施压 让我回家 可我已经有了 属于自己的温暖 后来 柳如烟的公司经营不善 为了盘活她的公司 我跪在别墅门口一夜 答应了母亲 许多无理的要求 当初 柳如烟得知我拉到资金 神色依赖 拉着我的手 她说 幸好有你 她轻轻抱紧我 眼泪打湿我的衬衫 这么多年 我也一直认为 幸好有她在 通知刚发下去 没有多久 前台就打来电话 总裁 有一位姓柳的小姐 请求会见 拒了我挂断电话 我实在不想见到 她现在的样子 这样会忍不住 毁掉她在我心中的形象 但中午 我到楼下的时候 柳如烟还在 身边跟着贺林 贺言之 你怎么在这 她一把扯住我 语气不善 贺林在她身后 提着文件夹 看样子 已经成了她的秘书 柳姐姐 是不是她从中挑唆 让明奇 终止了合作 随着贺林的话语落下 柳如烟脸上的表情 转为半信半疑 贺言之 你怎么这么狠心 就因为吃醋 你就要断送我 大半辈子的心血吗 若是以前 看到她心痛的表情 我肯定会举手投降 将她抱在怀里哄 但现在 我不想再和她们纠缠 我甩开柳如烟的手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什么贺林一下冲出来 挡在我的面前 她带着哭腔喊道 我可以从公司辞职 可以离你们远远的 你去跟明奇总裁道歉 说你不该挑拨 让他们继续 和刘姐姐的合作 我不同意 柳如烟将贺林 护在身后 看向我的眼神 越发不满 可言之 你如果想得到我的原谅 你现在就去把投资 给我拉回来正好 有一个合作商老板赶来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 贺总 久仰 不知您什么时候有空 咱们约个饭 她正是柳如烟 想合作的对象 柳如烟震惊地 看着她对着我攻腰 忍不住惊呼一声 张总 小柳 你也要和贺总合作啊 她笑了笑 柳如烟正愣地 待在原地 神色不定 我点头让秘书 留下一张名片 静止离开 直到我走了 她都没反应过来 午 晚上回到家 灯镜开着 厨房传来 锅铲碰撞的丁丁声 一股饭箱飘在客厅 我本以为她已经搬去贺林家 柳如烟擦着手走出来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你回来了 她笑着将做好的三菜一汤端到桌子上 贴心地将碗筷摆好 吃饭吧 我刚好做完这一顿饭 我们的位置好像调换了一下 往常 费尽心思找话题的人是我 而她爱搭不理地坐在一旁 回复手机上的信息 你 你 我们同时张口 气氛有些尴尬 我说 你先说吧 她搓着筷子 指尖泛白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你是名其的总裁 是故意瞒着我 怕我基于你家的财产 我说过很多遍 我忍不住苦笑 每次我说的时候 她都以为我在开玩笑 她毫不在意 说就算我不是富二代 她也不会嫌弃我 听到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我只觉得很甜蜜 但现在 我只觉得是裹了蜜的披霜 准备什么时候去民政局离婚 我打破寂静 房子给你 昨夜 我将我的东西整理到客厅 我以为她这样骄傲的人 定会连夜搬走 当年我为了取柳如烟 为了不让她被人瞧不起 一天时间 恨不得掰成巴巴而用 自己开发游戏网站 不忙的时候 甚至去送外卖 只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买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窝 言之 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我的手被柳如烟攥住 她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上 有些烫 我难掩心头酸涩 一股窒息感堵在鼻尖 是你变了 是我鬼迷心窍 我不该偏听信贺林的话 觉得你是一个家庭主夫 就配不上我 是我错了 你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对 你不是一直想去游乐场吗 我们周末一起去 好吗 她的手都在颤抖 慌乱地解释着 眼泪顺着脸颊一颗颗掉落 好像打在我的心肩上 我一时愣在原地 她猝不及防地扑进我的怀里 闷闷地问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与其卑微道 我不敢相信 我拍了拍她的背 沉默着没有回答 可我的心 却止不住地告诉自己 如果她真的会变 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周末 我像往常一样 将所有的公务推掉 和柳如烟一起去游乐园 她特地穿了我 送她的第一条白色连衣裙 化了淡妆 去游乐场的路上 她一直笑着找话题 就像我们刚在一起的那几年 她终于袒露出一些 小女生的姿态 不同在外的雷厉风行 我一直认为 我是她的偏爱 也是她的例外 一阵铃声打破 看似和缓的氛围 她表情将了一瞬 将手机翻了个面 六 仅是一瞬间 我还是看到了来电人 小朋友 直一眼 我便知道是贺琳 记得很久之前 柳如烟对她 没有半分好脸色 贺琳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舔着脸追在我们身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变得会在意贺琳 有没有给她发消息 会在意贺琳 会不会被别人叫野种 会在备忘录里 记下他们发生过的大小事 我沉默着看向窗外 来电自然挂断 又重新想起 不断反复 就在这样尴尬的氛围下 我们终于到了游乐场 就在柳如烟 第三次被绊倒的时候 不停的电话终于停下 柳如烟彻底慌了神 她顿住脚步 言之 我 我闭了下眼 平静地说道 如果担心 那就回个电话 我就回个电话 你也知道 阿玲 贺琳她身体不好 她拨回去电话 瞬间接通 姐姐 我好难受 一想到我要离开你 离开公司 我的心就像被割裂了一样 我知道我不应该 打扰你和哥哥的约会 可是我忍不住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小声说道 我改天去看你 嗯 没关系的 哥哥在你心里 才是最重要的 我本来就不配得到这么好的你 可是我在世界上 也只有你一个在乎的人了 如果连你也离开了 贺琳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低声呢喃着 语气更加虚浮 直到一声重物倒下 声音戛然而止 手机听筒的嘟嘟声将我们俩隔开 柳如烟面色发白 忽略了身边的我 下意识转身就要离开 昨晚心口刚打开的小缝瞬间闭合 熟悉的苦涩重新渗透到我每个细胞 我终于说出那句话 你走吧 我就去看看 你等我说完 他转身离去 我沉默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周围接踵而至的欢笑将我淹没 幸好有影子陪我体验了游乐场所有的项目 零点的闹钟敲响 园中一片死寂 我知道 他的选择是贺琳 第二天中午 柳如烟发来消息解释 言之 你知道的 贺琳小时候因为你受了很多苦 身体抑制不好 游乐场什么时候都能去 但生命只有一次 幸好我及时赶到 要不然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晚上医院不能离开人 我必须得陪着他 改天抽空我再陪你去游乐园吧 看到一半 我嘴角染上一抹饥讽 因为我 他是私生子 打碎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父母因为他的存在闹得不可开交 而贺琳却被好生养在情妇家里 从小吃穿不愁 我差点因为他被我爸打死 我妈也争着比谁打得更狠 要不是有好心的邻居报警 我现在都不知道死了几次 算了 本就不能要求一个偏心的人把心颁正 戏 我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 专注于事业 短短时间内 我成功与国际龙头企业合作 打开了公司的国际市场 这不仅会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更加扩大了公司市场份额占比 公司特地开了庆功宴 邀请许多业界人士 庆功的同时也能扩大业界名企 当我准备上台时 整个大厅陷入黑暗 灯光亮起的时候 贺林推着我爸出现在台上 我爸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贺言之 你怎么忍心把我和你弟赶出家门 花白的头发和打了补丁的衣服 与整个宴会哥哥 倒真好像是我虐待了他们 下面的宾客窃窃私语 贺林拿着麦克风 我知道哥哥不喜欢我 你可以不管我 但你怎么能抛弃咱爸呢 你自己每天享受 看着他累死累活的 不心虚吗 公司员工面色发白 立刻有人上台同贺林商讨 我拦住他们 知道不及时处理会损坏公司口碑 我将爸妈离婚协议 以及我的离婚诉讼请求投评 离婚原因以及财产分割赫然入目 重宾客吸了一口凉气 我妈几乎可以说将三分之二的家产 分给了我爸 可以说得上是傻的彻底 不知道李先生将近两亿的钱花哪去了 不会是没跟你说过吧 我亲爱的私生子弟弟 或者说 他在外面又有了别的孩子 贺林的脸色阴沉起来 周围的耻笑声让他愤怒 你怎么又在欺负阿玲 柳如烟不管缘由 冲上来就将贺林呼在身后 你总是这样 不分场合 处处发脾气 你让他如何在外人面前自处 你们都信贺 就不能好好和平相处吗 我一阵哑然 难道我还能将贺林抓到公司 让他侮辱我 既然你心疼 你就轻轻抱抱他 柳如烟呼吸一致 我是你老婆 你们更过分的都做过 还怕这点吗 柳如烟 自从你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他之后 咱们的关系就到此结束了 我祝你们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话音落下 现场陷入死寂 柳如烟的脸上掺杂着各种神情 他也不会想到 我竟能抛下自尊 大庭广众说这样的话 言之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九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 我和你当初 他磕磕绊绊 想要从脑海中挤出一点属于我们的回忆 我叫来保安 他们被请出去的时候 我说 离婚协议会发你邮箱 希望你配合 突然 柳如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嘴里说着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余光里 他垂着脑袋 鼻涕眼泪 糊了一脸 自他懂事后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不堪 爸 他的承诺 我早已不再感性 没了爱的阻挠 我全身心投入在公司 为了防止贺林再一次作妖 我联系多家信息机构 将事件剪成短片 分批投入营销 我和公司都变成了独立坚强的受害者形象 一时之间 我们的产品迈入热销行列 而我连夜赶往国外 成立首个在海外的分公司 合作公司安排了许多金发碧眼的美女来附助我 她们热情似火 其中有一个五官阴体的白人小姐 对我展开热烈的追求 惹得我被公司职员连连调侃 直到两个月后 我收到贺林发的异常串语音和图片 将近百条 我顺手将它塞进了黑名单 剩下就是国内助理发来的几段视频 柳如烟逛街 遇到贺林和一个富婆手玩手 气得她当场去打了两人 她扯着富婆的头发 像极了泼妇 富婆被打了 心怀怨恨 她当即动用资源 让人搞了柳如烟的公司 本就摇摇欲坠的公司 更是迅速衰败 而曾经被柳如烟细心呵护的贺林 始终站在富婆身后 连看一眼柳如烟都不看 甚至还在柳如烟向她求助时 报警告她骚扰 真是无比现实 我笑了笑 难怪柳如烟最近频繁更换手机号联系我 原来是被人背叛 又想着我这个借盘侠 我第一次对柳如烟产上了心理上的厌恶 关掉手机 又重新投入工作 直到柳如烟顶着风雪站在我家门口时 我好像一下被从云端拉回 雪落在她乱糟糟的头发上 显得她越发落魄 看到我 她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言之 我找你找得好不容易 我求了很多遍你的助理和朋友 才找到你的 自从你离开后 我就后悔了 我花了所有的钱 转了好几趟飞机 才到这里的 我终于知道你当时被我抛下的感觉了 我们和好行不行 我往前走 她就跟在我身后 叙叙叨叨个不停 我听烦了 一下顿住脚步 她撞在我身上 从身后将我抱住 我一把扯开她 柳如烟 你究竟要干什么 当初 我为了支持她开公司 掏空所有的积蓄 陪她一步步白手起价 她去谈生意 我就车接车送 她为不好 我就轻力轻为做饭 她资金短缺 我就熬夜接设计凑钱 我近乎低到尘埃里的爱着她 她却在和贺林的来往中 一步步深陷 她说 平平淡淡抵不过轰轰烈烈 可曾经我们的爱也是被人咽陷的程度 既然如此 我成全了她 可她怎么又后悔了 不想着和贺林搞好关系 反而来找我和好 难道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我想你别离婚 她面上还带着被我推开的无措 声音都带上了哭腔 九 柳如烟看我漠不作声 突然发疯似的 扯开自己的衣领 上面有一道疤痕 这是我为了救你留下的伤 我的锁骨差点断掉 你忘了吗 还有她掀起袖子 这个烟头 是你被混混打的时候 我替你挡了一下 她越说哭声越大 然后忏悔似的抱住我的腿 她就这样跪着哭诉 我对你一直都是真心的 是贺林勾引我 她还说你欺负她 你品行败坏 都是她在我面前抹黑你 我才会误会的 你相信我 我心里一直有你 我只是犯了一个普通的错误 我已经改了 我弯腰攥住她的手 她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我一根根将她的手指掰开 毫不客气地将她甩在一边 柳如烟 在这之前 我以为你至少是一个 敢做敢当的女人 许是近些年九足饭饱 她的性情与以往大相径庭 虚荣 自负 喜心厌旧 所有出轨男人的恶习 她几乎都有 我的力气不算大 柳如烟却倒在地上 她不明白 九年的感情 怎么有人说放下就能放下呢 她不就犯了一个 所有人都会犯的错吗 为什么不能原谅她 难道我根本就没有爱过她 但这怎么可能 别说外人 就连她自己潜意识里都觉得 我这一辈子都会在她身边 柳如烟脑海中闪过过往 我对她的好 和现在的冷漠 她红着眼吼道 赫言之 我们的九年 你就这么轻易放弃吗 我简直被逗笑了 柳如烟 是你先放弃的 但是现在 我 不要你了 我转身离开 毒瘤身后一阵意志不住的哭声 是 我以为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没想到第二天 柳如烟依旧出现在公司门口 她拿着两张迪士尼门票 和一大数白玫瑰 一见我出来 就立马迎上 言之 咱们去游乐园好吗 我特意买了门票 还有周边 她说着就想把发姑带到我头上 我已经不需要去游乐园 来抚慰我童年的灵魂了 我看都没看 禁止开车离开 一连好几天 她都切而不舍地拿着花和门票 你非让我跪下求你 你才能原谅我吗 她有些崩溃 我给过她机会的 是她一次又一次 将我的自尊放在地上踩 没人知道 我在知道柳如烟和贺灵 有私情之后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尤其是看着温馨的小家 一张张我们亲密照片 是怎么告诉自己 她还是爱我的 又怎么一遍遍 恼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心软 我兢兢业业为公司付出的时候 柳如烟在做什么 她在陪贺灵滑雪 任由贺灵将亲密照发给我炫耀 她轻自己贺灵喂药 亲自给她穿鞋 还有多少个亲力亲为 我不想再想了 而这些 她全都没有为我做过 想到这些 我冷笑一声 柳如烟 你是我曾经最亲密的人 你知道我最在乎你 最讨厌贺灵 为什么你偏偏就是和她在一起 你明知道我因为她差点死掉 但是毫无顾忌 你只顾自己的快意 你觉得我不敢离开你 你喜欢看我 因为你们痛苦的样子 或许你曾经爱过我 但是也抵不住你低劣的私欲 柳如烟面色发白 不是的 我已经和她分开了 这次你信我 你听过狼来了吗 一而再 再而三的谎言 没有人会去相信 许是见我的眼底 只有冷意 柳如烟没再追上来 她亮呛着差点摔倒 背脊彻底弯了下去 当夜 她就飞回了国 十一 国外项目正常运行后 我也回了国 我和柳如烟的离婚案 因为她的拒绝出庭 没有离城 只能进入二审 柳如烟中途来找过我一次 她说公司收益属于共同财产 让我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她 显然是打着感情的幌子 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只让她去找我的律师 其实我给她的补偿并不少 只是她习惯汲取我的所有 她的要求最终被法院驳回 终于在三个月后 我和柳如烟领了离婚证 直到年底 我才从助理口中得知 柳如烟纠缠缠我不成 又去找贺灵 不过贺灵已经找好了下家 对柳如烟很看不上眼 曾经对我的冷嘲热讽 都返回到了她身上 两人闹得很难看 最终被富婆的老公曝光在网上 无数曾经站在一起批判我的人 又转向枪口 对准两人 毫不留情地唾弃他们 柳如烟和贺灵 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屎 而我因为与国外品牌合作大爆 市值飞速增长 很快在国内各大城市建立分公司 经历了这样的爱情 我终身畏惧 在50岁的时候 我的公司正式上市 我也成为商界新贵 自此 我承诺将公司千分之一的收益 用于山区慈善 同时不断资助学校心理教育 我想 少年不能困有于爱情 爱自己才是真理 全文完